所有的历史都不会按照共识去进行 每个国家和每个人一样的都有它的个性 它走的都是特殊的道路 甚至有一些偶运的人或者偶运的事情 可以印象历史几本年 这是我们做不了历史的时间 这个好比我身体是正常严的责任 我没有显示你自由的 你们还很好 你到我这个时候你还有四五十年 你还会看到很多东西 而且我因为它是一个家手道 历史几本不是运收的运动 是家手道的运动 你会看到很多变故 你会经历很多事情 到那个时候你可以回想去经历我们的大方 对 一定会想起来的 其实我的经历 我没有什么很多故事 受起来讲我一生就很少离开长沙 我就康战八年在兵家 在这走牢 走完八年在牢里面 在杂林 我受起来讲没有什么资格可以向年轻人说教 无论从什么意思来讲 我都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 我们也没有什么很多什么经验 也就是要去谈我自己到业务的后代 我对他们有些什么法要说的 翻来覆去讲的比较多的 就是如果有可能的时候 多多一些书 多看点书 因为书是多得越多越好 我也并没有什么建议要多哪一类的书 要多所有的书 因为书是所有书 只要是书 尤其是不能够称之为书的 而我们不去再给这个问题谈 多看正是有疑的 不管是什么事情什么书 你看这个西摩根中 也知道欧洲的保持什么样的形状 只到一号 这也是师盖的一部分 您先吃饭吧 没有关系 我吃饭 平时也吃得比较晚 并不一定吃 而天君子吃 你们如果还有什么东西要答 回复我们都可以答 你们都问问吧 年轻人 赶紧这个 不是人生困惑 来 小孩子都问问 他们都肯定很 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说比别的 一带必带人都聪明了 你是福安人是吧 你都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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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感觉没带一些时间 或者是生过事干的背负 后多时间你觉得不带 但是后再来要求死矛盾 或者带车 我首先有一个国家的基本观点 社会的文明和社会的开放的症状 毕竟还是在慢慢的进步 但是我们这个国家正因为军团很好 我们有很可以自拗的军团文明 所以它的保守性也是特别强的 所以我们在走向军团文明 会是一种漫长求责的道路 它会比较长 而这个根本感觉问题的 还是要使所有的人的识相 新来发起来 这个好想讲起来 得到大学又得到您有生人的识相 当然是新来发的识相 那不见得过此际的体会是如此 不一定 就是非到最早一批走向事干的人的口号 兵毛过时 让其他将来要做行民 提高全民的上师和情力 我记得举证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自己不一定记得 就是武器也发干有派以后 就接着就搞一个认论 叫做举思海 就每个人每天要叫好多文字苍蝇 举证后我两个人在一起就说 折证作为全民的认论 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 不想绑大起来 晚上不睡觉 就做文字做苍蝇 做不完的事 你说文字自身的环境没有改变了 另外一个人就说 我们这些人在干 如果有一般的人像我们这样的认识 这个文字就资源没有了 我觉得这个法就学到了点子上 假如我都有这个认识 我不干这个事情 我不可能去所有认识反对这个人 真的我不懂可以吗 我说我装兵了 我兵了 我帅子装上 我不上班 我可以不 所有的钱贵人都不干 只会干不了 我们这里不仅是干 而且他还更积极 你知道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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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我写的每一篇哪怕谁做多门我尽量的都是希望能够起的作用 大约我的一些水平只有那么高 我的文笔只有那么好 不可能起得到什么很多作用 但是我是从那个方向在那里 我没有任何经济压力 我不需要赚钱 我不要想家具不要更新 我衣裳都不要更新了 我全部拿这件衣服上穿 我跟我谈什么兴趣驱动 少扯淡 通通是吃饱撑的 大红人不吃饱他能干这事吗 他吃饱撑了不就是你举动吗 这两个有矛盾吗 不不是 他先吃饱了 他先呢他妈殖民主义带来的财富又不完 没有一个人在穷穷 贫困中为人类做出贡献来的 没有人 政治家如此 科学家也如此 我认为最傻的就是钱家 那你干嘛干这啥事啊 我是什么 我啥都不是 我说吃饱撑的 你就是企业家 是撑家 我追求的是人类终极追求 那就是吃喝玩的这个两智勇 对不对 三皇五帝的最终的人生 都是念丹嘛 对不对 我们干嘛不提前念丹呢 现在的华大比如说在全世界里面竞争者有吗 你觉得 没有 回到94年 当时您总是在美国待了六年了嘛 要回到中国 是跟受到这个基因组计划的启发 有关系吗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技术变革的话 必然带来科学和产业的双重机会 工业的崛起它是农业支撑的 对吧 所有的国家的都是农业崛起的 你要回顾来说民族卫星 还有三件事情 现在你不能不扶它 主张大力发展水道 所以它到了甲午的时候 六个新品种 使它的整个日本的水道产量翻翻 还有这个有意思的数据 对 它支撑着日本的农业增长 第二件事情 工薪产业 培植的工薪产业 就是丝绸 甲午的时候 70%的军费是商产业 是丝绸业支撑的 第三件事情 就是它确定它的海洋战略 它先是近海捕捞 然后到远洋捕捞 然后你去看1860年 它确定了 它叫大东亚安全线 利益线和安全线 所以它现在的竞争与什么那种 海洋的这种模式 其实是那个时候 是明智卫星确定下来 这三大的农业支撑了 它后面的工业发展 所以你要搞一次新的 通过生物技术来完成的新的 类似的明智卫星的事是吗 对 对啊 这有200年落后 我们为什么不到前面去跑去玩玩 我说跟到后面走烦不烦 烦 那时候到前面去玩玩行不行 行 完了吗 您什么时候觉得 我们现在真跑到前面来了 是我们带着就玩了 2003年 那么早就开始 对啊 2000年的时候 发现有大规模计算数学方法 有香港的方法 能够把这个基因可以拼起来 就计算技术 和大规模的工业技术结合起来 可以突破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日本人没反应过来 英国根本就不跟计算机来往 美国的他妈的有两派 一帮就是数学计算 导向派 一帮是生物学导向开 我一看打中架 在两个方的一块绝对赢 我多鸡折 我一看 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挺意外的一个 你不在前缘你体会不到 对对 我一看到美国那个大的 他为什么行啊 他7000多个CPU抓在一块 我回来我就订了3000个CPU 跟我谈大数据 老子是祖宗的祖宗本 您有没有特别科学上 或智力上那种偶像的人物 比如说达尔文或者什么 他会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人存在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在综合评价上 已经不次于他们的共享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了200多万人的出生学员控制 将近有2万个家庭了 如果我们明年做到2000万呢 如果我们做到20亿呢 对吧 要把这个科学论文写在人类的地球的大地上 商业直觉和领导能力上 包括你那些朋友 比如像你跟比尔盖斯 或者碰铁很多成功的商人嘛 你跟他们 你会潜意识做比较吗 你跟他们的相似和不相似 没有相似性 目标不一样 我们是为了拯救自己和拯救人类来的 我先拯救自己来的 我说我对我自己描述很简单 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贪婪 不难懒惰 12个字 贪生怕死自给我来 勤劳勇敢的一边去 就是我说你笑你不信 我干你看你怀疑 我好你学你交钱 真美啊 是不是你一读这个诗的时候 当年那个景象就全都回来了 是 我很喜欢那种景调 他有什么不健康的东西 那是这个南下的科长 到八个时代 你什么东西 这么摇头摆外 精神这么好 为什么不多 都级别那么不必须呢 为什么不学习文件呢 搞得这些尊要受散 这不是我很想要的 整个诗盖的文明 整个诗盖的文明 是为人本能要追究更好的生活 这不是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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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您开始读书的时候 其实某种意义是中国文化开始最 陷入最低的时候吗 从19世纪开始 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文化 传统有问题 说这种 我不同意你去看看 不一定谁那个时候是中国文化 最低估的时候 不一定的 是 我当时这么人这么觉得 是我们这么说 谁那个时候是文化 不一定的 我认为那个时候 应该是最忽悠的时候 尤其中国的文化 它就是没有后来这些 因素参加进来 它也会更新了 到这个时候 而且中国原来的群众文化 在历史上 也不是从来是奔为文化 没有动过的 印度文化也就是一次 它就外来文化 中国没有什么 一捕就消失的 有些到河上的 对吧 那是什么 原来没有的 后来没有任何人不孝顺 没什么到河上 和苗语的 而且后来就是 所谓的 男生理学 都是因为 印度文化来的 再也所谓新修 再也所谓什么 气啊力啊这些东西 所以您觉得 十九世纪开始的这个转变 它就是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 慢慢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 就像 就像当年佛教进入中国 有那个很大转变 中国的现代的变化 就是太快了 武力学生有一个东西叫做博 博的 博风和博谷的高度很高 但是我们不断压售的很急了 对 因为平时应该正常的几百年完成 这个国度时期 我们把它压售到几十年 建立法 它就是个不红不红 估计相差就很大 就会局限很多不正常的现象 它有限降过头了 那边前选 他们不是讲 四十岁上的人都应该强悲 这个肯定是降过头了 我现在最降过头发的 那后边中国人要少得中国书 最好是不得 得中国书就是很消沉 那我们都说这个话影响 都说这个影响 我一直说它的影响 都崇拜过漏性 对不对 对 因为讲得痛快嘛 对吧 但是它是法降过头了 对不对 当然中国的文化 它肯定是很多问题存在的 这本来的 这是北根还是谁讲过一句法 伟大的哲学 事与繁疑 忠于信仰 繁疑是根本 哲学生会受了 守着人的一些影响 那个守着人就质疑 他会尊贵 你为什么狼银银鞋 兜虚人尽快点 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把银火针找到兜虚 不仅不兜虚炮到山上去做银火针 坐到晚上兜虚 这不是消防吗 我一颗吃过没有 你也是一颗怀疑的头 我也吃过晚上看九孝 看站的时候一点油灯 手舍里面在油灯底下 这一站灯 晚上不准吸灯的 手舍里面 刮到鼻子上 无法去闹书 叫做晚上 他鞋底里去看 这有大点月亮 看无法看熟的 会赢得过 把鼻发见到的字 在书里面就这么写 我只是说的有些不合理的 需要去讲 其实我讲的是尚识 从我进来以后 我一直在谈科学 进步强大 但是这有尚识 是他的很少的 我因为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 只要讲尚识办事 再一个就是能够 应该叫勤力办事 就会比较少折腾 大家比较好办 那是新闻制 新闻制 news people 应该有新闻 哪怕是消民的事情 今天李某某先生结婚 那就是新闻 我不认识的 我也可以看 我也很希望知道一下 没有害怕 不要什么都是 希望你知道的事情 也就是造成人所公司的东西 连别的内套 他说明天请你来访问我 我愿意跟你见面 就有这回事 对吧 那就是正上进行嘛 我是什么样子 我是怎么生活 怎么生活 这跟我一样的 你穿这件裤子不好看 我失去穿这件裤子的 没有哪个位置 就是骨子的 我去办一个什么东西 就没什么意思 也许很喜欢去奉斗 到处去办 他有他的自由 另外办一下 你要别人高兴 也是很好的事 但是有很多事 直接实际上 他一变成了表演的要求 就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都是那么和情和理解的 他有很多是一些消化 消化搞过了 都消去就变成了悲剧了 如果是纯粹一个科学家 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做科学很厉害 我八七年的时候 我就参加湘雅的副教授竞 我十几篇第一作者文章 在那个时代 几乎没有人受对手 最近我才突然悟出来了 其实还是工具问题 我八十年代初 有那么牛逼 是因为世界银行贷款 给了一个电子显微镜 我他们天天抱着那个电子显微镜 别人跟我一抢 我就晚上干 你晚上干到十点 我从晚上十点干到天亮 所以那个时候 你有新东西 所以你觉得工具是驱动一切变化 最本质的一个东西 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有了用火的能力 就有了食物 肉食 才有人类进化 有了对稍微高的温度的控制 就有了陶瓷 就有了青铜器 到了上千度的温度的控制 就有了铁器 到了上万度温度的控制 就有火炮 到上百万度 上亿度的就有核武器 都是你对那个东西掌控能力 对一个工具掌控能力 你没有这些工具 不可能的 唯一一个人真正牛逼的就是那个 就是爱因斯坦 就空想出来 他也 他那个量子测量 他还是他想出来有人给他测 所以那个物理科学实际上说白了 也是个测量科学 生命科学也是个测量科学 对吧 你又测量 为什么我对这个认知那块 表示一个怀疑呢 因为你没有测量 没有真正可信的测量工具 对吧 我们思维过程是一个量子过程 我现在没工具 我量不出来什么东西 先犯一犯 那你相信灵魂的存在吗 你新的一堆干什么 非那个劲干什么 他自然到时候就会认知他的 所以这些灵魂 这些意识 都是可以通过新的工具来 把他算法化数据化的 一定会 所以你也不太相信 人身上存在的那种神秘性 不可解的神秘性 神秘性是我不认知的 是无知带来的 对啊 哪有神秘不可解的 有因就能解得开 那会不会变成一种盲目的 科学 科学主义式的自信 那科学训练的前提 就要意识到这种无知的存在 无知你去探索 你觉得你有精力 你就探索 你觉得你有心去探索 那怎么比如解释像牛顿 这些人这么聪明的人 到晚年好像又回到了 意识对他们的诱惑 难道是他们不认知 就是说他们也认知水平也很高啊 对 这个心理上的逻辑是 现在是没法量化评价的 是不是永远都不可能量化评价 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管他们是干什么 你探那么远干什么 您都想那么远了 我们就不能 我想的是能实现的 不能实现的先放一边去 我要在我有限的生命中 把我的认知和能力 发挥到极致 在未来社会上可圈可点流的一个 不要为那个秘识学 你解决不了的东西 一辈子饭吃了 但比如人类社会的存在 不就是因为一部分人非常的 要解决现实问题 另一部分充满了幻想 才构成了人类社会吗 我们现在还不够幻想 就说你以一种非常理性的面目 或者说和那个逻辑的面目 做出一个特别幻想的一事 是不是 对吧 一个疯狂的事 我已经够幻想 你说算啊 我幻想就不公平了 但你想过自己身上的这种 这种这么持久的一个热情 强烈的热情 从哪来的呢 是基因带来的吗 不是挺好玩的 但你的生命不是吃好而乐 你的生命是创造性 你是对创造性的迷恋的 你不是对车 你对车玩意点不迷恋 我觉得你 你那时候忽悠人的 你是对不断创造新的东西的兴奋 对 那那也是一种玩吧 你把当作一种玩吧 嗯 嗯 嗯 啊 我操 你这要做多少下啊 我做十多下没有 我操 不行 我都在做一样下 你这个平时不做呢 不行 我没怎么做过的 你要做这个 哎呦 丢人哪我这 我这给我们丢人 你们谁要再试试 哈哈 哈哈哈 喔阿咨 好 好 我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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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ean me 不 不 v 到时候放 hid一个多路 2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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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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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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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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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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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9 你一定来自了温宇的南方,告诉我哪里的日色,哪里的月光, 告诉我春风是怎样吹开薄花,烟汁是怎样吃脸就流氧。 我将火焰睡在你渔蒙的过身里,那温暖我似乎记得,又似乎以往。 现在出的时间不够了,我还是想真情把自尊写一下, 我直接我自己所知,所干,所思。 我很少讲别人讲我的话,我也不去讲别人,要我讲的话, 我自己原谅自己,我不是有勇气或者有可能去讲我所有想讲的话, 但是我绝不讲一句我不想讲的话。 就是你给别人讲整个的这个? 不是,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策划,就是华大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把历史回顾了一下,把未来展样了一下,实际上就定下了,就这个方向。 我昨天看了一下,宏大的一个计划。 其实说白了,就这么三件事情,就这三件事情。 能源这个无极限的时候,能源可控无极限的时候, 是不是农业就,新的农业就出来了,就可以一劳永运,不劳而获了。 对吧,当这个生命基因可操控的时候,生命是不是理论上就快说无极限了? 然后就认知嘛,对吧。 所以对认知,对于没有测浪的话,认知就是尽其还解决不了。 所以大家都能从心理学活动啊,从那个作家的那个胡想上,巴想上去掰的。 就是。 否定我们的工作啊? 说我们胡想。 那不是胡想? 我那个就主张,你要找的物质根据。 没有物质根据都是不够的。 但人不是光有物质构成的。 他那个精神也是物质。 你是特别相信这一点,是吧? 我就觉得不信,我就觉得。 你没有能量代谢的时候,你还能想东西吗? 不可能的。 但是仅有能量代谢,也不能想东西。 所以说它是分子层面引外的东西。 我们现在没认知它,不否定它,也不要放大它。 如果20,就像您说你2074年离开的话,你希望墓碑上能写什么呀? 精彩人生啊,我不是早写好了吗? 我已经潇洒够了,我管那么多呢。 而且我细胞找存在那儿,小心他妈的。 要造一个出来。 生命科学实际上,生命定义是什么? 生命怎么来的?怎么去的? 为什么生老病死就是自然规律呢? 我农业革命的认知,工业革命的认知,信息时代的认知都给它抹掉了。 我这讲的万物身上不靠太阳,对不对? 你可以造出任何工业东西来,我可以造出任何生命东西来。 所以我们看了宗教界人是躲得远远。 最后他们的合法性是吧? 对,上帝在哪儿了? 嗯。 你们现在上面这个好,还是下面那个没有好? 上面比好一点。 汪健很少谈论他的早年经历。 在媒体上,他总是强调,吃喝玩乐是他的人生哲学。 但我还是好奇,在他表面的戏谑之下,他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又是怎样的力量塑造了这种价值观? 是什么? 是什么?